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视频是纽约明星华律师发来的 画面显示,在法轮上图书馆前,有很多的名誉人士在那里展示横幅,揭露中共的罪恶 旁边还有法轮功的真相点 我们看到这个暴徒来到这里 他气质熊熊的打人又骂人,被纵人给他制止住 但是仍有一些人被他打伤 明星华他的消息显示,李清、杨世松受到了围攻 后来警察到场 医护人员将他们送到了医院 杨世松的双情很重 受伤后倒在地上 明星华律师同时还发出了几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当时现场的情形 法轮上图书馆前,人来人往 人们很多从这里路过,在看展板 左边是名誉人士展示的,揭露中共罪恶的图文并茂的这些展板 右手边是法轮公的真相资料点 这幅照片显示,警察到场之后 事态平息 但是,几位民运人士被打伤了 您现在可以了,您现在能详细介绍一下法拉盛图书馆前 刚才突发事件的情形吗? 好,今天中午我正好路过图书馆 我特意过去想看看这些布展的朋友们 这个期间我还边通了电话 我和一个活动的组织者通电话 谈到美西那边,抗议习近平的这些党员在美西被殴打 我说这种情况在美东过去也出现过 我说现在大家要做好防范 比如说适当的执法记录仪或者是监控 要做一些这样的准备 我正说的这个同时,就发现前面有人聚集在一起 我就感觉到是不是我们的人 我走到跟前去看了一眼 一看确实是我们这个杨士松 我就打开拿出来手机,我就开始拍 所以我拍的是后半段吧 因为前段当时现场也有一些参加活动的 有一个很出色的,他拍的这个事情拍得很好 当时就是一种情况 就是说如果说各业恩怨 好像这里边什么房租啊,其他问题呢 第一可以通过法律解决 第二呢,你可以完全可以在路上 或者是找到他住在什么地方 互相都有电话联系 你拦住他也都可以啊 在图片展你搞这样的活动 我感觉现场还有很多人去 他们是几个人出现嘛 这不排除是有组织的一个行为 但是这些东西还是要交给警方来处理 现在已经取决以后到警局去报案了 还有一个情节就是他杨士松被打以后啊 基本贪坐在地上 他那个头晕,完嘴角在出血 一会儿警察过来以后呢 因为我英文不好 我也说不清楚啊 他们英文好呢 现场有一位男士在做现场的翻译 完了我呢是搀扶着警察示意的这个救护车来了 我搀扶着杨士松给他住上救护车 这样的话我就出去以后就打了几个电话 因为这个事情我因为也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显然不是个人的恩怨了啊 他在这个展板上在这个活动这个现场打人 那就显然是针对着活动来了看来是 对 再有呢他说了一些话吧 就什么你们什么 又什么搞什么法轮功又什么什么 其实这个很跟法轮功不沾边 他是这个民主党的一个 整个部长的是民运的和民主党 还有维权人士 中国父权 中国民连 其实在很早以前发起的 我也是发起人之一 就这个图片展 对 法拉书图书馆前的那个图片展 对 我看到了你左手边 左手边是你们搞的图片展 右手边的是法轮功的真相点 他可能以为都是一起的 对对对对 但我看你发的视频他还骂一句 说在美国搞法轮功 好像他是有这么一句 是是是 他就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绝不是偶然事件 对 对对 sei 这些这位先生也也不是很理智 对 说了一些话呢 包括要有一些威胁 包括一些無端的一些 但这些事情 肯定要是 不是法律途径解决,现在已经报案了嘛,所以我们也不能太多的评论,这一切交给他们的警局,除了法律途径来处理。 警察怎么处理的,现在还不知道结果? 现在他们都在报案,因为现场只要是报911,他肯定有记录嘛。 后续的什么情况,那只能是看具体怎么处理。我们都很关注这个事情。 那受伤的李清和杨世松,他们现在的伤情如何呢? 李清没受伤,李清是现场那个女的,因为她两口子上来,旁边还有好几个人,旁边有几位围着的, 看似像围观的,过路的群众,实际上他们都是,她那些问话呢,很明显,我怀疑他们是一伙的。 所以说,当杨世松被围攻的时候,那谁?她太太?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太太啊? 就因为女的上来,就也推上那个杨世松。同时呢,这个时候,李清和李清也发生争执。 他们之间只有一些拉扯的一些动作,但是真正受伤的还是杨世松对打了几拳嘛,现场可以看那个视频。 哦,好,谢谢你,李清先生,然后有消息的话,请您再继续介绍,现在就分享到这里,谢谢您。 好,为了谢谢你啊,提醒我这个视频角度,因为我最近比较忙,做事情比较粗,所以说你这一提醒我马上就改过来。 好,谢谢您。 谢谢。 好。